我祝福神的庆祷 我祝福神的庆祥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他创造天和地造化重重黑暗和光明 不信道的人却一物佩主 他用泥创造你们然后判定一个期限 还有一个预定的期限 你们对于这点却是怀疑的 在天上地下唯有真主应受崇拜 他知道你们所隐晦的和你们所表白的 也知道你们所做的善恶 他们的主的迹象不降临他们则已 每次降临总是遭到他们的拒绝 当真理降临他们的时候 他们则加以否认 他们嘲笑的事物将降临他们 难道他们不知道吗 在他们之前 我曾毁灭了许多世代 并且把没有赏赐你们的地位给了他们 给他们以充足的雨水 使组合流行在他们的下面 此后我因他们的罪果而毁灭他们 在他们灭亡之后 我又创造了别的世代 假如我把一部写在纸上的经典 降丝给你 而他们用手扶摸他 那么不信道的人必利说 这是一个明显的魔术 他们说 为什么没有一个天神降临他呢 假如我降下一个天神 那么他们的毁灭必成定案 而他们部门宽戴了 假如我降下一个天神 我必使他变成一个人样 我必使他们陷于自己所做的门壁之中 在你之前 有许多使者却已被嘲笑 但嘲笑者所嘲笑的刑法已降临他们了 你说 你们当在大地上履行 然后观察否认使者的结局是怎样的 你说 天地万物是谁的 你说是真主的 他曾以辞民为自己的责任 他必在无疑的复活日计可你们 亏损自身的人是不信道的 但居住在宙里的事物都为真主所有 他是全村的 是全知的 你说 难道我舍真主而以他物为保佑着吗 他是天地的创造者 他能供养而不受供养 你说 我以奋命做首先归顺的人 而绝不做以物配主的人 你说 如果我违抗我的主 我的确畏惧那重大日的惩罚 在那日 谁的避免刑罚 谁却以门主的恩慈乐 那是明显的成功 如果真主是你遭受灾难 那么除他外 无能解除的 如果他是你想受福利 那么任何人不能干涉他 因为他对于万事是全能的 他是宰治众谱的 他是智瑞的 是彻之的 你说 什么事物是最大的见证 你说 真主是我 与你们之间的见证 这部古兰经被启示给我 以便我用它来警告你们 和他所到达的各民族 难道你们务必要作证 还有别的许多主宰与真主同等吗 你说 我不这样作证 你说 真主是独一的主宰 你们用来配主的那些偶像 我与他们绝无关系 蒙我赏赐经典的人认识他 犹如认识自己的儿女一样 亏损自争的人是不信他的 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 或否认其迹象的人 有谁比他还不义呢 不义的人必定不会成功 在那日我把他们全体集合起来 然后我对遗物配主的人说 以前你们所放言成为我的伙伴的 如今在哪里呢 然后他们唯一的托词是 只真主我们的主发誓 我们没有遗物配主 你看看他们怎样抵赖 他们以前 我已造的伙伴已回避他们了 他们终于有倾听你的 我在他们的心上加门闭 以免他们了解古兰经 又在他们的耳中造众听 他们继续看见一切迹象 他们也不会确信 等到他们来和你辩论的时候 不信道的人说 这只是古人的神话 他们禁止别人信仰他 而自己也远离他 他们只是在毁灭自己 却不自觉 当他们奋命站在火域边上的时候 假如你看到他们的形状 于是他们说 啊 但愿我们得反于人事 我们不再否认我们的主的迹象 而我们要做信事了 不然 他们以前所隐晦的 已经为他们而暴露出来 即使他们得反人事 他们忍必在犯 他们以前所被禁戒的事 他们却是说谎的人 他们说 只有今世生活 我们绝不复活 当他们奉命站在 主的那里的时候 假如你看见他们的形状 真主将说 难道这不是真实的吗 他们将说 不然以我们的主发誓 他将说 你们尝试刑罚吧 因为你们从前不信他 否认与真主相会的人 却已亏损了 等到复活 时刻突然降临的时候 他们才说 呜呼悲哉 我们在城市时疏忽了 他们的背上 担负着自己的罪恶 他们所担负的真恶劣 今世的生活 只是继续和娱乐 后世 对于敬畏的人 是更优美的 难道你们不了解吗 我却已知道 他们所说的话 必使你悲伤 他们不是否认你 那些不义的人 是在否认真主的迹象 在你之前 有许多使者 却已被人否认 但他们忍受 他人的否认和迫害 直到我的冤注 降临他们 真主的约言 不是任何人 所能变更的 纵使者的消息 有一部分 却已降临你了 如果他们的拒绝 使你难堪 那么 如果你能找到一条 入地的隧道 或登天的梯子 而招失他们一种迹象 你就这样做吧 假若真主抑郁 他必将他们 集合在正道上 故你不要 做无知的人 只有会听话的人 想应你的号召 至于那些死人 真主将来 要使他们复活 然后把他们 集合在他那里 他们说 为什么没有一种迹象 从他的主降临他呢 你说 真主确实能降世 一切迹象的 但他们大半不知道 在大地上 伸走的 兽类和用双翼 飞翔的鸟类 都跟你们一样 各有种族的 我在天津里 没有遗漏任何事物 一切鸟兽 都要被集合在 他们的主那里 否认我的具象的人 是又聋又雅的 是在重重黑暗中的 真主 欲使谁入迷途 就是谁入迷途 欲使谁 遵循正路 就是谁 遵循正路 你说 如果你们是诚实的人 那么你们告诉我吧 如果真主的刑法 或复活的时刻 降临你们 那么你们要舍真主 而祈祷他污吗 不然你们只祈祷真主 如果他抑郁 他就解除你们 祈求他解除的灾难 你们将忘记你们来 配他的那一些偶像 在你之前 我居于派遣许多使者 去教化各民族 他们否认使者的使命 故我以穷控和患难 惩治他们 以便他们谦虚 当我的惩罚 占领的时候 他们为什么不谦虚呢 但他们的心 坚硬 恶魔 以他们的行为 迷惑他们 当他们忘却自己所受的 劝告的时候 我为他们开避一切福利之门 直当他们因自己所受的赏赐 而狂喜的时候 我突然惩治他们 而他们立刻变成沮丧的 不义的民众已被根植了 于是赞颂全规真主 全世界的主 你说 你们告诉我吧 如果真主使你们失去听觉和视觉 而且封闭你们的心 那么除真主外 还有哪个主宰能使你们复原呢 你看 我是怎样阐述一切迹象的 然而 他们置之不顾 你说 你们告诉我吧 如果真主的惩罚突然 或显然地占领你们 那么 除不义的民众外 还有谁被毁灭呢 我只派遣纵使者 做报喜者和警告者 为信道而行善 谁在将来没有恐惧 也不忧愁 否认我的迹象的人 将为犯罪而遭受惩罚 你说 我不对你们说 我有真主的一切宝藏 我也不对你们说 我能知悠寻 我也不对你们说 我是一个天神 我只是踪从我所受的启示 你说 无眼的人与有眼的人 是不是相等的 难道你们不该想想吗 有些人 害怕将来 被集合在他们的主那里 既无保护者 也无说情者 你当用词经去警告他们 以便他们敬畏 早晚祈祷主 欲门清喜悦的人 你不要驱逐他们 你对他们的被侵善 毫无责任 他们对于你的被侵善 也毫无责任 你何必驱逐他们 以至已变成不义的人 我这样使他们 互相考验 以便他们说 难道这等人 就是我们中 特受真主恩宠的人吗 难道真主 不是最了解 感谢着的吗 确信我的迹象的人 来见你的时候 你说 祝你们平安 你们的主 曾以辞民 为自己的责任 你们中 谁无知的作恶 然后悔过自心 真主必定 奢佑水 因为他 却是制舍的 却是制子的 我这样解释 一切迹象 以便真理昭著 而最人们的道路 变成明白的 你说 我以奋道禁令 不得崇拜 你们舍真主 而祈祷的 你说 我不顺从 你们的私欲 否则我必迷雾 而绝不是 遵循正道的人 你说 我却是依据 从主将士的名正的 而你们却否认他 我不能主持 你们要求 早日实现的刑法 一切判决 只归真主 他依礼而判决 他是最公正的 判决者 你说 假如我能主持 你们要求 早日实现的刑法 那么 我与你们之间的事情 必定被判决了 真主是最了解 不义者的 真主 真主那里有幽玄的宝藏 只有他认识那些宝藏 他认识路上和海中的一切 凌落的叶子 没有一片 是他不认识的 地面下 重重黑暗中的古丽 地面上一些翠绿的和枯高的树木 没有一样不想宰在天境中 他是你们在夜间死亡 他知道你们在白昼的行为 然后 他是你们在白昼复活 已被你们活到一定的受限 然后 你们只归于他 他要将你们的行为告诉你们 他是宰治众仆的 他特派许多天神来保护你们 在死亡葬礼你们中的任何人的时候 我的纵天使将是他死亡 他们毫不疏忽 然后 世人将要被送归真主 他们的主 真的 判决之归他 他是清算神速的 你说 你们谦虚的和秘密的祈祷说 如果他拯救我们脱离这些苦难 我们必定感谢他 谁能拯救你们脱离 陆地和海洋上的苦难呢 你说 真主拯救你们脱离这些苦难和一切忧怀 然后你们又以物配他 你说 他能使陈法从你们的头上和脚下吸击你们 或使你们各宗派相混杂 从而使你们这个宗派 常是那个宗派的战争 你看我怎样阐述许多迹象 以便他们了解 这部经是真理 而你的宗族否认他 你说我不是监护你们的 每一种预言都有他实现的时间 你们不久会知道 当你看见他们谈论我的迹象的时候 你当避开他们 直到他们谈论别的事 如果恶魔使你忘记 那么在你记起之后 不要再与不义的人同坐 敬畏的人 对于不义者的受清算毫无关系 但需劝谨他们 他们或许敬畏 把自己的宗教当作喜气和欲乐 而且为今世生活所欺骗的人 你可以认随他们自便 你应当以古兰经劝戒世人 以免任何人因自己的罪行而遭毁灭 他除真主外 没有保护者 也没有说情者 他无论怎样赎罪总无效果 这等人将为自己的罪行而遭毁灭 他将为不信道而享受沸腾的饮料 和痛苦的刑罚 你说 难道我们舍真主而祈祷那些对我们既无福又无祸的东西吗 在真主引导我们之后 我们背叛政教 犹如在迷惑的情况下被恶魔引诱到无人烟的地方一样吗 他有些朋友叫他来遵循正道 说你们到这里来吧 他们不听从以致毁灭 你说 真主的引导才是正道 我们奉命归胜全世界的主 又奉命说 你们当谨守拜公 当敬畏真主 他就是将来要聚合你们的 他就是本真理而创造天地的 在那日他说有 世界就有了 他的话就是真理 所以号角之日 国权只是他的 他知道幽民 他是智瑞的 是彻智的 当时伊布拉辛对他的父亲阿兹尔说 你把偶像当作主宰吗 据我看来 你和你的宗族 却是在明显的迷雾中 我这样使伊布拉辛看见天地的国权 以便他成为坚信的人 当黑夜轮罩他的时候 他看见一颗星宿就说 这是我的主 当那颗星宿没落的时候 他说我不爱没落的 当他看见月亮升起的时候 他说这是我的主 当月亮没落的时候 他说 如果我的主没有引导我 我必定成为迷雾者 当他看见太阳升起的时候 他说这是我的主 这是更大的 当太阳没落的时候 他说 我的宗族啊 我对于你们用来配主的事物 是无关系的 我居于崇正的专项 天地的创造者 我不是以物配主的人 他的宗族和他争论 他说 真主却已引导我 而你们和我争论真主吗 我对于你们用来配主的偶像 毫无畏惧 除非我的主要我畏惧 我的主的知觉能容万物 难道你们不觉悟吗 你们把真主和他所谓 真实的偶像去配他 还无所畏惧 我怎么会畏惧 你们用来配主的偶像呢 如果你们有知识 那么我们这两伙人 究竟哪一伙更应当不畏惧呢 确信真主 而为以不义混淆之德行的人 不畏惧刑法 而且是宗旋正道的 这是我的证据 我把它赏赐伊布拉辛 以便他驳去他的宗族 我将我所抑郁的人提升若干局 你的主却是智锐的 却是全知的 我赏赐他伊斯哈克和伊尔顾巴 每个人我都加以引导 以前我曾引导奴哈 还引导过他的后裔 大悟德 苏赖曼 安 都是善人 我曾引导 伊斯马尔 埃勒耶塞 尤诺斯和卢特 我曾使他们超越世人 我曾引导他们一部分 祖先 后裔和弟兄 曾拣选他们 并指示他们正路 这是真主的正道 他以他引导他所抑郁的 引导的仆人 假如他们以物佩主 那么他们的善功 必定变成无效的 这等人 我曾把天经 智慧和预言赏赐他们 如果这些人不信那些事物 那么我就把这些事物 委托一个 对于他们不会不信的民众 这等人是真主引导的人 你应当效法他们走向正道 你说 我不为这部经典 向你们缩许报仇 这部经典是全世界的教训 他们对于真主 没有真正的认识 当时 他们说 真主没有把任何物 降噬给任何人 你说 谁降噬了摩扎所传授的 可以做世人的光明和向导的天经呢 你们把这部天经抄录在一张伞纸上 你们发表一部分 隐藏大部分 你们承受自己的和祖先所谓认识的教训 你说是真主 然后认随他们在妄言中续续 这是我所降噬的吉祥的经典 所以证实以前的天经 以便你用它来警告修罢卖家几十四周的居民 确信后世的人都确信他 并且 谨守拜公 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的 自称奋道启示 其实没有奋道任何启示的人 或妄言像真主那样降噬天经的人 这等人谁比他们还不义呢 不义的人正在临死的痛苦中 纵天神伸着手说 你们拿出你们的灵魂吧 今天你们要受凌辱的报酬 因为你们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 并蔑视他的迹象 那时假若你看见他们的情状 你们却以孤孤单单的来见我 犹如我初次创造你们的时候一样 你们把我赏赐你们的抛弃在脑后 你们妄争为真主的伙伴的 我不见他们同你一道来替你们说情 你们的关系却已断绝 你们所妄言的事 却已回避你们了 真主却是使骨粒和果壳绽开的 他从无生物中创造出生物 从生物中造出无生物 这是真主 你们怎么能悖逆呢 他是天破晓 他以夜间供人安息 以日月供人寂寻 这是万能者 全知者的布置 他为你们创造主心 以便你们在陆地和海洋的重重黑暗里 借主心而遵循正道 我为有知识的民众 却已展示一切迹象了 他从一个人创造你们 然后你们有住宿的地方 有寄存的地方 我以为能了解的民众 解释了一切迹象 他从云中降下雨水 用雨水使一切植物发芽 长出翠绿的枝叶 结出累累的果实 从海藻树的花呗中 结出一串串藻球 用雨水浇灌许多葡萄园 浇灌相似的和不相似的 载冬和石柳 当果树结果的时候 你们看看那些 果实和成熟的情形吧 对于信道的民众 此中却有许多迹象 真主创造精灵 而他们以精灵为真主的伙伴 并且无知的 替他涅造许多儿女 赞颂真主超绝万物 他是超乎他们的叙述的 他是天地的创造者 他没有配偶 怎么会有儿女呢 他曾创造万物 他是全知万物的 这是真主 你们的主 除他外 绝无应受崇拜的 他是万物的创造者 故你们当崇拜他 他是万物的监护者 作目不能见他 他却能见作目 他是精明的 是撤知的 从你们的主 发出的许多民证 你降临你们 谁重视那些民证 谁自受欺义 谁忽视那些民证 谁自受欺害 我不是监护你们的 我这样传述一些迹象 以便他们说 你曾经研究过经典 以便我为有知识的民众 成名真理 你当遵守你的主 所指示你的经典 除他外 绝无应受崇拜的 你当避开 已无配主的人 假若真主抑郁 他们必不已无配主 我没有以你 为他们的保护者 你也绝不是 他们的保护者 你们不要辱骂他们 舍真主而击倒的偶像 以免他们因过分和无拘 而辱骂真主 我这样以每个民族的行为 迷惑他们 然后他们只归于他们的主 而他要把他们生前的行为 告诉他们 他们只真主而发出最严重的门事 如果有一种迹象降临他们 那么他们必定确信他 你说一切迹象只在真主那里 你们怎么知道呢 当机上降临的时候 他们或许不信他 我要翻转他们的心和眼 使他们和初次未信一样 我将认随他们 彷徨在过分之中 即使我命中天神降临他们 即使死人能对他们说话 即使我把万物集合在他们的面前 除非真主一语 否则他们不会信到 但他们大半是无知的 我这样以人类和精灵中的恶魔 为每个先知的仇敌 他们为了欺骗而花言巧语 互相粉饰 假若你的主意 那么他们不做这件事 故你应当任他们伪造谎言 让不信后世的人的心 倾向他们的花言巧语 并且喜悦他 以致他们干他们所犯的罪恶 你说 真主已将士你们祥明的天经 难道你还要舍真主而已 别求探觉着吗 蒙我赏赐经典的人 他们知道 这是你的主将士的 包含真理的经典 故你不要犹豫 你的主的言辞 诚实极了 公平极了 绝没有人能变更他的言辞 他却是全聪的 却是全知的 如果你送从大地上的大多数人 那么他们会使你判离主道 他们只凭猜测 他们尽说谎话 你的主的确知道 谁是背叛他的正道的 他的确知道 谁是遵循他的正道的 如果你们确信真主的迹象 那么你们应当吃 那送真主之名而载的 除为事所破外 你们应当戒除的 真主已为你们传名了 你们怎么不吃那 送真主之名而载的呢 有许多人 必因自己的私欲 而无知的是别人迷雾 你的主 却是知道过分着的 你们应当抛弃明显的 和隐危的罪恶 作恶的人 将因他们的犯罪而受报应 你们不要吃那被送真主之名而载的 那却是犯罪 魔鬼 必定粉饰他的朋友 以便他们和你们争论 如果你们送从他们 那么你们必是义无配主的人 一个人原是死的 而我是他复活 并给他一道光明 带着在人间行走 难道他与那在重重黑暗中 绝不走入光明的人 是一样的吗 不信道的人 非要为他们的行为所迷惑 我这样时 每个城市都有一些罪魁 以便他们在那里用计谋 其实他们的计谋 只害自己 但他们不自觉 当一种迹象降临他们的时候 他们说 我们绝不信 直到我们得受 纵失者所受的启示 真主是知道 要把自己的使命 安置在什么地方的 犯罪者将因自己的计谋 而遭受真主那里的屈辱 和痛苦的刑罚 真主欲使谁遵循正道 就是谁的心胸 为伊斯兰而敞开 真主欲使谁入迷途 就是谁的心胸侠儿 要他信道 难如登天 真主这样 以刑罚 加以不信道的人 这是你的主的正路 我却以为觉悟的民众 而解释一切迹象 他们在主那里 一定的期限了 你说 火域是你们的归宿 你们将永继其中 除非真主 抑郁的时候 你的主却是 智瑞的 却是全知的 我这样 我这样是不义的人 因自己的行为 而互相友善 精灵和人类的群众啊 难道你们同族的使者 没有来对你们 叙述我的迹象 并警告你们 将有精致的 会见吗 他们说 我们已招任了 城市的生活 欺骗了他们 他将招任自己 原始不信道的 这是因为 你的主 在城市的居民 轰溃之际 不会因为他们的不义 而毁灭城市 行善的人和作恶的人 都有各若干本地 以报应他们所行的善恶 你的主并不忽视 他们的行为 你的主是自足的 是仁慈的 如果他抑郁 他就使你们消失 而你 他所抑郁的人 继承你们 犹如从别的民众的后裔中 是你们心急一样 用来警告你们的事 却是要发生的 你们绝不能逃避天前 你说我的宗族啊 你们当尽力而工作 我必定也要工作 你们将知道 谁获得后世的善果 不义的人 必定不会成功 他们把真主所创造的 农产和生序 一份贡献给真主 一份贡献给偶像 他们妄言 这是真主的 这是配主的 贡献他们的配主的 不能拨归真主 贡献真主的 却可以拨归他们的配主 他们的决定真恶劣 一份贡献者的配主 这样诱惑他们中 许多人杀害自己的儿女 以便毁灭他们 并混乱他们的宗教 假若真主抑郁 那么他们就不做这件事情 故你当任他们 伪造谎言 他们妄言 这些是 晋升和晋骨 只有我们所抑郁的人 才可以吃 这些生序是不准人齐的 这些生序是不送 真主之名而宰的 他们假借真主的名义 而造谣 我要为他们造谣 而报仇他们 他们说 那些生序所怀的胎儿 是专归于我们男人的 对于我们的妻子是敬物 如果那胎儿生下来是死的 他们就共同吃他 真主要为他们 捏造谣言而报仇他们 他却是智锐的 却是全知的 愚昧无知的杀害儿女 并且假借真主的名义 把真主赏资给 他们的寄养当作 敬物的人 却已亏欠了 却已迷雾了 他们没有宗旋正道 他创造了许多圆铺 其中有慢生的 和直立的果木 与果实个别的海藻和白骨 与形同位翼的载东和石榴 当结果的时候 你们可以采食其果实 在收获的日子 你们当施舍其中的一部分 但不要过分 真主的确不惜爱过分的人 他创造了 他创造了供宅用的 供食用的神絮 你们可以吃真主所赐给你们的吉养 你们不要追随恶魔的步伐 他却是你们明显的仇敌 他创造了 八只神絮 两只绵羊 两只山羊 你说 真主 只以两只公的为进屋呢 还是只以两只母的为进屋呢 还是只以两只母的所用的为进屋呢 你们以真主 你们以真之少见而告诉我 你们以真之少见而告诉我 如果你们是诚实的人 两只骆驼和两只黄牛 你说 真主 只以两只公的为进屋呢 还是只以两只母的为进屋呢 或者只以两只母的所用的为进屋呢 难道真主以此嘱咐你们的时候 你们会做见证吗 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 以至无知的使人迷雾的人 有谁比他还不义呢 真主必定不引导不义的民众 你说 在我所受的启示里 我不能发现任何人所不得吃的食物 除非是自死物或流出的血液或猪肉 因为他们是不解的 或是非送真主之名而宰的犯罪物 凡为事所迫 非出于自愿 借不过分的人 随时进屋毫无罪过 因为你的主却是致赦的 却是致辞的 我只敬借犹太教徒吃一切油爪的禽兽 又敬借他们吃牛羊的油脂 为牛羊 鸡上或床间或骨间的油脂除外 这是我因为他们的不义而加给他们的审法 我却是诚实的 如果他们否认你 你就说你们的主是有广大的词恩的 但无人能替犯罪的民众抵抗他的刑法 以物配主的人将说 假若真主一语 那么我们和我们的祖先都不以物配主 我们也不以任何物为禁物 在他们之前的人曾这样否认他们祖中的使者 直到他们尝到了我的心法 你说 你们有真知少见可以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吗 你们只凭猜测 禁说谎话 你说真主才有确凿的证据 假如他抑郁 那么他必定是你们全体加以引导 你说曾见真主借识此类禁物的见证 你们把他们招来吧 如果他们作证 那么你们不要与他们一同作证 那些否认我的迹象又不信后事 而且以物配主的人 你不要顺从他们的私欲 你说你们来吧 来听我宣读你们的主所境界你们的事项 你们不要以物配主 你们应当孝敬父母 你们不要因为贫穷而杀害儿女 我供给你们和他们 你们不要临近明显的和隐危的仇事 你们不要违背真主的禁令而杀人 除非因为正义 他将这些事嘱咐你们 以便你们了解 你们不要临近孤儿的财产 除非以最优良的方式 直到他们成年 你们当用充足的斗和公平的称 我只依个人的能力而加以责臣 当你们说话的时候 你们应当公平 既是你们所代证的是你们的亲戚 你们当履行真主的约言 他将这些事 嘱咐你们 以便你们觉悟 这却是我的正路 顾你们当遵循他 你们不要遵循邪路 以免那些邪路 使你们离开真主的大道 他将这些事嘱咐你们 以便你们敬畏 我把金点赏赐了摩萨 以完成我对行善者的恩惠 并解释一切利略 以作上道 以示恩慈 以便他们确信将来与他们的主会见 这是我所仗示的吉祥的经典 顾你们当宗首他 并当敬畏主 以便你们门主的怜悯 我仗示天津 以免你们说 天津只被降世 我们以前的梁湖人 我们对他们所诵习的经典 却是疏忽的 或者说 假若天津被降世于我们 那么我们必定要 比他们更遵循正道 从你们的主发出的名证 正道和慈恩 却已降临你们了 否认真主的迹象 而加以背弃的人 有谁比他们还不易呢 背弃我的迹象的人 我将因他们的背弃而以最严厉的刑法 报仇他们 他们只有这等待 众天神的降临 只有等待你的主的惩罚来临 或你的主的一部分迹象的降临 你的主的一部分迹象降临之日 凡以前未曾信道 或虽信道而未行善的人 在那日 即使信道也无意了 你说你们等待吧 我们确实等待着的 封离自己的宗教而各成宗派的人 与他们毫无关系 他们的事只归真主 然后我将把他们的行为告诉他们 行一件善事的人将得十倍的报酬 做一件恶事的人只受同样的惩罚 他们不受亏望 你说我的主已引导我一条正路 即宗教 成正的 以不拉心的宗教 他不是一物配主的人 你说我的礼拜 我的牺牲 我的生活 我的死亡 的确都是为真主 全世界的主 他绝无伙伴 我只分到这个命令 我是首先送福的人 你说真主是万物的主 我能舍他 而另求一个主吗 个人犯罪 自己负责 一个负罪的人 不负别人的罪 然后你们将来 要归于你们的主 而他将把你们 所争弄的是非 告诉你们 他以你们为大地的待聚者 并是你们中的一部分人 超越另一部分人若干等级 以便他考验你们 如何享受 他所赏资你们的恩典 你的主 却是行法神速的 他却是制舍的 却是制辞的 别争了 了吧 帮我们 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